其實說實在的 如果我沒有看到一千萬的話 我沒有想要特別讓自己 聚名在這件事情上 我不太喜歡那個狀態是 好像看到有一個受害者被圍毆 我決定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想知道 如果我真的要負占一千萬 那我就想 應該可以分析不管吧 在你們那時候 勇敢說出這件事之後 我好像算算你有發文 像夥斥你的內容這樣子 那你看到自己的想法是什麼 我覺得我發了那個 三千多次的文之後 我很明確地表達了我的想法 跟想要說的是 那這以外的事情 我認為都不關你的事 遠遠當初看到戴亞那個發文 你是第一時間就決定要 站出來支持他 還是其實你也考慮了很多久 其實說實在的 如果我沒有看到一千萬的話 我沒有想要特別讓自己 聚名在這件事情上 但是 可能是個性使人吧 我不太喜歡那個狀態是 好像看到有一個受害者被圍毆 所以我就看到了一千萬 我才決定 把事情說出來 那你會擔心 那個時候會擔心自己也被告 我當時是 因為我是一個很悲觀的樂觀者 意思就是 我決定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會把狀況想到最糟 那到最糟的時候 我會 例如說 我決定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想說 如果我真的要負占一千萬 那我就想 應該可以分析不完 那 但是我之後就沒有工作了 但是我以前我有做過打工 而且我學習能力很強 那我就可以支付那個金額 那就 對 這時候那個很樂觀的我就出現了 所以 再加上 如果我沒有決定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接下來的人生每一個晚上 我可能就 會睡不著 或者是很後悔 那那樣的內耗 可能才會要了我的命 所以才會決定站出來這樣 訊息恐嚇跟死亡 威脅倒是都有了 但是 但是一方面我也有了心理準備了嘛 也有所覺悟 一方面 如果我收到了一百個攻擊 但是我有收到一萬個 溫暖的鼓勵跟支持 所以我可以自己決定 我要把哪一個放在心上 我就決定了 對我來說很營養的那個關懷這樣 傳那個刀子啊 刀子 對 然後可能有那個血的畫面 那妳那時候 妳勇敢說出這件事之後 就是好像范范妳有發 好像火刺妳的內容這樣 那妳看到這個妳的想法是什麼 我覺得我發了那個 三千多次的文字後 我很明確地表達我的想法 跟想要說的是 那這以外的事情 我認為都不光妳的事了 我認為是有 justamente Szolged 想要做的 我認為是有的 我們就是要在那個 那些人有所見 那些人的事情 我想要做的